我想李正浩如果這麼關切 那他就直接去告發 然後也可以去請教檢調相關的單位 所以你還是要再去強調是完全沒有洩密對不對 對 因為李正浩昨天其實有 點出您在這個馬文君資料雜裡面有兩個檔案 一個是Gio跟SI公司 郭錫跟他們之間的對話 那他說他聽完之後其實那個錄音檔內容有包含很多相關潛艦設備 相關機敏資訊 他覺得您是洩密者 他說必須要負責 李正浩去跟檢調講 請他去舉發 現在檢調已經立案調查了 在對潛艦本身並不了解 然後 就是一直在 透過很多的管道放話 我想李正浩如果這麼關切 那他就直接去告發 然後也可以去請教檢調相關的單位 郭錫如果不是一個 就是一個正式的身份 可以知道潛艦這麼多的內幕 那他反而為什麼會知道 而且還可以隨便跟人家聊天啊 什麼都可以講 那 誰泄密 我覺得這個很清楚 另外想問一下說 因為您昨天在透過這個聲明有表示說 這個英檔在 給相關單位的時候 其實事前有跟國防部 找這個政務次長 黃茂紅藍論過相關的說 確認這個資訊是有沒有涉及機敏 他們的說法到底是什麼 可以幫我們還原一下 其實我們接到的時候 因為 我們沒有辦法判定這是什麼 然後他的真偽等等 可是 英檔 大概聽到 裡面可能有牽涉到的部分 其實是 已經有嚴重影響到我們 潛艦國造 不管是在 哪一方面可能都會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 甚至即使是廠商惡鬥 其實都 都可能有影響 所以 就這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是提供給國防部 那國防部因為他是主辦的一個單位 那潛艦也是他們負責 所以其實是交給他們去釐清 其實我們是經過 我們在這個部分 錄音檔 沒有人知道他真假 所以他所謂的泄密到底是怎麼樣 他們都應該要請檢調去釐清 這個部分 因為國防部也說 這部分是廠商的惡鬥 所以我想 其實 謝不謝命 現在已經在調查當中 那就由司法單位 去做認定 這樣會比較好 我是賴清德 預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長 何友宇 恭喜 三立新聞網 十歲了 祝三立新聞網 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十周年生日快樂